這回美國總統歐巴馬授權 美軍對伊拉克境內叛軍 IS伊斯蘭國發動空襲 是美軍從2011年撤出伊拉克之後 首度在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 這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接下來伊拉克的局勢可能會如何發展 見面還時間 我們邀請聯合報編譯組召集人 張宥軒為大家分析 宥軒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 我們就先來看 先從地理位置來看 目前在伊拉克的境內戰監情況 我們特別做了一張圖 就是在我們兩個中間 這個電視有顯現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用紅色的顏色來看 就是目前在伊拉克的北部 我們所謂被伊斯蘭國 就是IS民兵所控制的一些位置 包括現在伊拉克的政府 他們所控制的區域 當然是互助了首都巴格達 我先進行說明一下 目前現在美方所要 發動空襲的理由有哪些呢 是 就是說現在 你們可以看到地圖上面 紅色的區域 就是伊斯蘭國民兵控制區域 你可以看到說它是從 敘利亞這邊蔓延過來的 因為它原本也是在敘利亞那邊 就是要推翻阿塞德政權的 一股民兵的勢力 後來它就慢慢等於 就是溢過來了 溢過邊界 就進入了伊拉克 其實它本來在今年1月開始 就已經有一些 大規模的軍事動作 但大家都沒有察覺到 國際媒體也沒有特別注意 但就是關鍵點 就是在6月10號 它換攻佔了一個 就是伊拉克北部的一個大城 就是摩蘇爾 那時候大家才發現說 其實好像不大對勁 它現在這個 但是伊拉克北部主要其實是 包含這個是庫德族自治區的地方 這個厄比爾其實就是 庫德族自治區的首府 那麼美國一向跟庫德族的關係 還不錯 所以他就覺得說這個地方 而且主要是美國在這邊 也駐有領事館 那麼所以說他覺得說 他的駐外人員跟甚至 其他一些人員的話 在這邊的話可能是 而且現在IS民兵他們最新的 日前最新已經逼近到距離 這個爾比爾大概只有30公里 還滿近的距離 所以說其實用砲打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說他們就是說 所以說覺得說這個時候 必須要出面來干預這個情況 但是